再来关系的是我们花莲农业的发展 县政府农业处针对了花莲南区文旦、金针 以及稻米农产业的产销发展 今天起一连两天在瑞瑞天河饭店举办了 农产创新整合企划力工作坊 处长吴坤如亲自主持 除了是说明明年度文旦又的行销政策 另外也共同讨论发想创意产销与整合 作为明年度农产业的产销参考 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 多变的产销市场 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形态 花莲农产业的发展何去何从 县政府农业处未雨绸缪 今天起一连两天在瑞瑞天河饭店 特别就南区金针花季 欲温担又产销议题 开办农产创新整合企划力工作坊 邀集农民青农旅行社 平台业者行销企划单位专人 集思广益 想要透过这个工作坊 然后去结合或整合其他的资源 或者是说跟其他的一页结盟 从生产加工到包装行销辅导 亲自坐镇主持的县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 也进一步说明县政府明年度 文旦又行销政策 同时也强调创新创业与整合 创造花莲独一无二的文旦又产业特色 那县长特别关心我们是否能够来凝结大家的看法 以及共同来努力变成我们以打团体战的方法来面对未来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行销或相关的这些计划 那因此从今年年初就特别来指示 我们是否能提早来应应做准备 不仅是花莲更是全台文旦又产业大众的瑞士乡 近几年来农民自产自销的模式与规模相当成熟 这一次县政府为明年度文旦又产销预作准备 地方农会也肯定支持 那尤其在明年度的话文旦又的这个销售期是只有三天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能够在我们文旦的这个加工或者是旅游 或者是文旦又处的这个任养 甚至于外销的部分 我们都能够讨论出一个对策 然后来协助我们的文旦又农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行销 在创花莲农产业发展的高峰 县政府农业处提前准备也不再只是县府或农会等农整单位单打独斗 处长吴坤如整合各方资源力量 以打团体战的方式超前部署来应战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